嗨 我是姐夫 大家好 姐夫今天要分享 在歐美冬天最受歡迎 也最普遍的飲品 Win Show 熱紅酒 那姐夫也請到了姐夫的好朋友 一如 嗨 來當姐夫的特別來賓 那我們待會就開始示範囉 好 那一如你知道熱紅酒的由來嗎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告訴你 那熱紅酒它其實大概西元1500年 大概就是離現在500年前左右 大概500年前左右 現在2020嘛 對 在歐洲的僧侶 僧院裡面的僧侶 就是一些修道人 他們會用紅酒加熱 然後加上一些香料 那香料會有一些丁香啊 肉桂啊八角啊這些 然後把它加熱 可以暖和身體 歐洲冬天冷嘛 下去 是一個比較熬暖的 它身體暖 暖和的一種飲料 那慢慢慢慢的就變得騙起來了 那這變成歐洲 尤其是北歐 那些緯度比較高的 冬天地貝 其實是像這種聖誕節閒戲 就是年底之間 加藏備的飲料 我們會煮一大鍋 傳統配方 其實很單純 就是肉桂 丁香 八角 跟柑橘 待會我們用傳統配方 單純一點 我們來吃一下 那我們現在這邊有一些 柳橙汁 那柳橙汁 那我們先 開始 加熱 肉桂 我們就直接 好 放在裡面 八角 兩個 冰箱 我大概放了兩三個 那我們稍微讓它煮一下 剛開始我們用柳橙汁 然後把那個香料先加熱 稍微把香料的味道煮出來 我們再加紅酒在裡面 好 那熱紅酒來講的話 它的糖分會加的比較重 它其實會弄得比較甜 那當然啦 這個原因也是因為 天氣冷 好 吃甜一點 會有些熱量 會比較好一點 都是有些關係的啦 那我們現在要點時間 好 讓它加熱 我們再大概稍微介紹一下 煮熱紅酒要注意的一些 小小的細節 第一個 一般來講 用來煮熱紅酒的紅酒 我們不用去挑過 用便宜的就可以了 因為加過熱之後 然後香料的味道 加燙糖的味道 加燙有橙汁的味道 它其實再好的酒 你拿來煮熱紅酒 它其實是一個 浪費的一件事情 其實啊 相對的 我們有時候 紅酒開過了 放了比較久 味道跑掉了 我們可以幹嘛 除了拿來煮菜之外 我們還可以拿來煮熱紅酒 好 好 它現在開始煮紅了 我們稍微讓它煮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放糖 原來這樣一瓶的紅酒 我們大概會放100公克的糖 嘴膚習慣用二沙 好 接下來我們酒 這個還沒有開過 不過它也是便宜的酒 我們加一段酒成皮 好 我們紅酒倒下去熱了 另外一個要注意的就是 熱紅酒 不要溫度太高 那酒精的廢點在78度左右 就等於說我們的溫度在78度的時候 酒精就會增發掉 如果說你要保留酒精溫的時候 你就要盡量注意一下 我們的溫度 因為我們的香料是需要熱 它才會散發出來 可是熱紅酒的紅酒 又不能太高溫 這取決於你喜歡酒精程度的 如果你不是那麼在意的話 可不可以攪拌一下 熱紅酒最主要的香味 它其實是來自於我們剛才放的香料 那香料的份量來講的話 它是應該要依照個人的喜好 慢慢去導出你自己喜歡的香料的比重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我先把整關掉 我們來試一下 好 看看這個味道你喜歡嗎 先試一下 好 這樣再甜一點嗎 我比較喜歡香料多一點 嗯哼 你比較喜歡香料多一點 嗯 好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在 我們在做下樣的時候 我們應該多放點香料 這個先把它放起來 那我們傳統的做法 我們已經做好了 那我們先來做 最近比較流行的一些方式 好 待會兒我的香料會再加一些其他的 然後我還會再加一些蘋果 我們來試一下 好 然後放一顆 我們放一顆肉桂 放兩片的月根葉 花椒 冰箱 小豆蔻 把它加熱加糖 如果呢 它的香料也大概差不多四磅 然後再把烘酒加進去 有沒有很帥 哈哈哈哈 你還是會換我 哈哈哈哈 扭層皮 好 讓它慢慢的熱 好我們把它熱一下 那我們現在的話 我們來切蘋果 那這些我們 好 再下去一吸 好 接下來這個我們把它倒 好 好 接下來就是姐夫的獨家配方 嗯 哈哈 我們來做冰的 那這邊 好一樣有一瓶紅酒 看起來跟別的紅酒不一樣 其實面有玄機 姐夫已經把所有的香料 好 像肉桂 八角 月桂葉 冰箱 豆蔻 還有橙皮 我已經把它先放在裡面 柳橙汁 有 沒有柳橙汁 嗯 有 有看到耶 目前來講大概擺了 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應該擺餐廳就會有味道了 好 我們只可以先這樣子 可是要喝的時候拿出來 加熱一下 或者是微波一下 再加一點糖 或者加一點蜂蜜 最好是有一些柳橙汁 因為我放了一些橙皮在裡面 好乾燥的橙皮 應該也有一些柑橘的香味 我們現在用這個 來做一個冰的 它其實有點像調酒了 我們需要一些冰塊 放一些冰塊在裡面 這邊有一罐薑汁汽水 這是蜂蜜 泡過香料的紅酒 幾點檸檬汁在上面 幾點檸檬皮 看起來就很好喝 好 好 那我們這杯 有個獨家配方 那這個我就沒有放紅流程了 好 這樣我們也完成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熱紅酒 有三種方式 傳統的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家的蘋果 還加一些其他香料 這個就是創意的 就是怪招 好 我們把它做成冰的 上咖啡 我們待會可以試試看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囉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